不用擔心 如果你第一次來會發現專案的列表上面 大部分都有標註授權 授權基本上就是告訴大家 我們這個成果是怎麼樣的 是大家都可以使用的 還是有什麼其他的限制 所以如果你的專案不了解授權相關的話 也可以找到有些大使徒的人去詢問一下 想說為什麼是這個專案受選 有什麼叫做 好了嗎 好的 大家好我是一七五五 今天提案是那個CostCop野生官網 然後就是因為之前那個參加 就發現BankConference很血汗 然後就想說那就來做一些BankConference的通用工具 想說BankConference可以少做一點事情 所以呢因為最近就是CostCop八月嘛 然後就做野生官網 然後目前完成了 就是首頁Layout 然後裡面有栽一些假資料 那今天主要做的是一層頁 然後就是我希望做的是 就是一層前面這邊 這裡可以用JavaScript寫一個那個倒數計時 然後到底就是如果 如果活動還沒開始它就是 活動開始還有幾天 那如果是那個活動當天它就是說距離下一個議程 或是距離休息時間還有多少時間這樣 然後再來是這邊希望是說 然後主流工程師它如果已經是現在時間 假設現在是11點 然後那個已經結束了議程 它就是會套用一個CS style讓它變小 然後變得比較不明顯這樣 然後這邊就是希望可以有這個可以按 然後就是希望用那個local storage可以記錄說 就是我喜歡的議程有哪些 然後就是希望有的功能就是可以按一個按鈕 就可以toggle到直顯示我喜歡的議程 然後就是現在正在進行中的就是用紅圈圈起來這樣 然後希望下面還有一個區塊是可以去抓某個Twitter hashtag 然後就是把那個大會的即時公告塞進去 然後另一塊是希望就是可以有抓那個sponsor的資料 然後做運作這樣 然後所以說今天要做這些功能 主要是需要前端工程師 因為這些就是對我來說有點複雜 我比較會選擇的這樣 好 那我的情況就是這樣 謝謝 謝謝 謝謝